滑灯初上,道路两边夜景繁荣,一字排开的房鼓灯散发着昏黄的光线,映照着这宽阔平直的马路,落下一地斑驳寂静的光影,不远处,高楼耸入黑幕里,整座城市光怪陆离,却又平静安详。 高冷在楼下叫了快递打车软件,定位到徐燕石的公寓,向远坐上副驾,偷摸看了眼司机装在支架上的手机,貌似跟他家是南北方向,感觉是两个世界的尽头,他挠了挠鼻尖,没想到多年后以这样的方式去了他家,心情有些复杂。 他不知道,等会该怎么跟徐燕石打招呼,人不回他信息,还跑人家里去蹭饭,他要是不加那句,我早就不喜欢你了,还好,一加上,显得有那么点此地无银三百两,尽管他是认真的说,但手机至今都很安静。 他有一种被人扼住命运喉咙还不能挣扎的窘迫,过分涂乱人意,加上,今天刚从沙漠回来,他都没有好好洗个澡,就风尘仆仆地往人家里跑,也不合适。 所以,车子开出一半的时候,拐进一条小路,路灯比刚才矮了一截,却更亮,行人见多,匆匆而过,向远很下心找了个借口,愁愁转回头,对高冷和林青青说,我忽然想起来,晚上好像还约了个朋友,而且,我也没发年终奖,没什么好庆祝的。 理由听起来很充沛,后视镜里,高冷跟林青青互视一眼,谁知,林青青也犹豫地看着高冷说,如果向组长都不去了,那我也不去了,都是男生,我去也没什么意思。 别呀,刚不都还说得好好的吗?高冷极了,大脑灵光一闪,对向远比了个首饰五,那这样,我分你五块,年终奖吗?重在猜欲。 向远笑了笑,真有事。高冷咬牙,痛定思痛,二十,不能再多了。 向远正在跟司机商量在前面路口停,正巧,高冷这时手机响了,他抓到救命稻草室的立马接起来。 到哪儿了?电话那头是邮致。高冷,还两个红绿灯,但是现在有个问题,我组长说不想去了,林青青听见了, 也很没主见地表示不想过来了,怎么办? 前方路口很快就要过了,向远一言不发,低着头刷朋友圈,其实也没再看, 就是百无聊赖打发时间,等高冷跟他们打完招呼,再让司机停车。 高冷说了没办会儿,就不由分说地把电话递了过来,老大说,让你接。 向远盯着那亮着的手机瓶上邮致的名字愣神,是徐燕时接了邮致的电话。 他游移了一会儿,高冷急不可耐地猝他,快啊! 唯他把电话贴到耳边。 那话那头传来很低沉的男生,是惯有的冷淡,叫他的名字。 向远 他微冷,声音轻透,却莫名消散了他心里的寒气,因为太过久违和熟悉,恍惚间,他几乎要以为这个电话的尽头站着的是曾经那个高傲的少年。 他垂下眼,睫毛轻颤,漫无目地飞快刷着朋友圈,你说。 他没有立马开口,而是静了一瞬。 向远似乎听见有人在电话里冷不丁喊了句,你走去哪? 他似乎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方,向远心神不安,朋友圈越摔越快,已经到了三天前的状态。 正当他有点不耐烦地锁掉屏幕,想对着电话吼一句,你还说不说的时候,那边忽然开口。 不是说不喜欢了,徐燕时一顿,似乎是笑了下,怎么,不敢来。 向远胸口骤然一缩,意料不及地调侃,本来就是一壶搅不清的浑水了。 他又从不远处,轻轻投赖一块巨石,他想过收到那条短信的徐燕时,可能会有千万种反应。 不屑,嘲笑,冷淡,万万想不到,他竟然会直接说出来。 想多了你,向远转头看窗外,刚好撇到附近一家龙虾店,他脱口而出,我想吃龙虾。 高冷说你们吃火锅,我最近上火,吃不了辣的。 好,真不来。 向远又纠结了,犹豫半晌转头问司机,开到哪儿了? 司机直指前方路口,转弯就到了。 他忽然觉得自己被坑了,徐燕时这个电话打得完全就是拖延时间人都到楼下了。 再打车回去,这个也太尴尬了吧,向远手里的电话还没挂,转眼间,司机已经轰着油门,把车顶到楼下了。 把手刹一拉,车顶灯一开,仿佛头顶闪着做好事不留名的光环,到了,五星好评,谢谢。 高冷和林青青下车,向远还坐在车里,就看见昏黄的路灯下,同样握着电话的徐燕时,站在花坛边的牙子上他人本就高。 路灯把他整个人照得干净利落,一身灰色运动服比往日更精神,只是没穿外套,整个人在来来往往裹得跟熊一样的路人堆里,显得单薄了些。 模样确实出众。 向远,看到你了。 徐燕时这才朝这边望过来,高冷已经缩着个身子,哒哒哒朝他的老大,跑过去。 林青青慢慢跟在后面,一步三回头,确定向远有没有下车。 高冷像条八爪鱼似的,扑进他怀里,被徐燕时冷着脸嫌弃挡开。 电话里紧接着传来他的声音,下车吧,我去买龙虾。 这声音没什么情绪,不温柔,更不是什么哄人下车的话,跟你好,没什么区别。 却让向远心蓬地跳了下,而重点是,表情明明是冷的,仿佛说这话的,并不是车外那个脸上写着声音雾尽的男人。 好,他收起手机,推门下去。 这是个挺老旧的小区,设施也都停留在几年前,不远处就是个老人公园,熙熙攘攘已经聚了一波换过很多广场,却也跳不起这支舞的阿姨们,还有遛狗,逗小孩的,人潮汹涌,连路灯都透着人气。 徐燕时跟他们一起上去拿了外套,准备下楼去买龙虾,屋子里已经闹成一团,高冷跟油质,还有几个男生在打游戏。 一波吃鸡,一波王者。 高冷把把拖后腿,游至几个把把摔手机,把人摁在沙发上暴揍,揍完又死性不改地阻他。 林青青在陪徐城里看英文动画片,有好几句没听懂,徐城里居然都明白了,还在嘀咕,这电影的台词好白痴,给三岁小孩看得把林青青一脸震惊,怀疑人生。 施天佑跟张俊在吐槽他最爱偶像剧里的演员,这个女演员的这个线雕鼻子,做得都可以去演射雕了。 张俊十年级雍迷,来了兴致,认真跟他讨论起来,黄蓉吗? 施天佑竖起食指,摇了摇,no no no,演雕。 张俊感觉金,拥被侮辱,怒了,那是神雕侠侣。 施天佑嗑了声,不是很感兴趣。 徐验时下楼去开车,穿得很随意,一身简单的灰色运动衫,白色羽绒服长置膝盖。 一双简单白色板鞋,他阔步朝停车场走去,裤管在风中紧贴着他的小腿,勾勒出俐落的线条,干净却有力。 他随手摁了下车钥匙,车灯闪了下,解锁他手刚扶上车门,随意瞥了眼后视镜,顿住,镜子里站着一个人。 徐验时没戴眼镜,微微眯眼才能辨认那是向远的身形,然后松了手,人站直,视线却没看着他,侧着头,冲斜后方的姑娘勾了勾手。 向远手慢慢揣进羽绒服兜里,走到他面前。 徐验时羽绒服敞着,一只手拿着车钥匙,一只手揣进裤兜里,低头看他,找我。 向远看了眼四周,反正就是不看他,善解人意地说,其实,你也不用去买,太麻烦了,我吃火锅就行了。 徐验时嗡了声,人松下来,往车上靠,逆着他,所以,小龙虾只是不敢来的借口。 向远咬牙,恨不得拍死自己,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也,不是,他却索性把整个人的重心都靠在车上了,改成双手抱胸的模样,松散极了,继续漫不经心地落井下石,拿石头砸他的脚,不是你说让我们放下过去,重新开始的吗? 咦,他什么时候说过,这人怎么偷换概念? 我那是怕你尴尬,给你个台阶下,向远说着,低头抿了下脚尖,而且,你也没回我。 那你希望我怎么回,知道了? 哦,好的。 确实,好像这么回也不太合适,这条微信怎么回,好像都有点奇怪,所以,他真是头脑发热,当初就不该这么发,害得两个人本来就尴尬的关系,这下,变得更尴尬了。 那是我的错? 不知道,许燕石往别处瞥了眼,站直身,手再次扶上门吧,低头问他,小龙虾还吃不吃? 吃。 许燕石没情绪地勾了下嘴,物资打开车门上了驾驶座,向远眼急手快,绕过车头,也钻上副驾,绑好安全带,乖巧地坐直,笑咪咪看着他,一起去吧。 车内装饰很简单,车也是普通款,看得出来,是真没什么钱。 许燕石开车很规矩,不接电话,也不玩手机,唯一就是有点懒散,靠在驾驶座上,一只胳膊处在车窗上,单手控着方向盘,连停车都是单手用手掌膜方向盘,典型的老司机。 两人买完龙虾,又去了趟超市,向远问他买什么? 他没说话,向远在门口等的时候,余光瞥见柜台上插成花状的棒棒糖罐子,他犹豫了一下,见他还没出来,一股坐镜冲进去拔了两根,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放进兜里。 服务员以为他抢了什么,差点从柜台里翻出来捉他,向远立马掏手机付款,嘴里还劝呢,付钱付钱呢。 人才翻着白眼刷条行马。 回程的路上,两人在等红灯,高冷电话催过来,许燕石懒洋洋靠在座椅上,瞥了眼,没接。 干嘛不接? 他拎了下羽绒服的领子,重新握住方向盘,食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了敲,看了眼后视镜说,马上到了,嗓音有点哑,说完他清了清嗓子。 结果等车子,驶过红绿灯,高冷的电话再次拨过来。 向远直接捞起扶手箱的手机,微微轻声,把话筒贴到他耳边,强行给他接了。 听着烦,徐燕石没看他,视线仍在前方,只是抵在方向盘的食指顿了顿,喂了声。 向远手指刚巧触碰到他耳边,跟他人一样冷,指尖碰上,神经骤然绷紧,他浑身毛孔像是过电一般站立,这男人恐怕连血都是冷的。 可渐渐,他耳朵竟然热起来,连带着向远的指尖,逼着的车厢里,莫名起了一股暖风,刚刚紧绷的神经被吹软,他若有肆无的说话声,盘缓在他耳边,比羽毛还挠人。 高冷似乎问他在哪?徐燕石一边听电话,一边心不在烟打方向,车子拐进一条人烟稀少的小路,很没耐心地说,跟我在一起,挂了。 然后就真挂了。 向远把手机放回扶手箱,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,你是怎么来这家公司的? 机缘巧合,拐过几个十字路口,眼前的风景渐渐熟悉起来。 向远狐疑地看他一眼,我听高冷说,你在这边似乎不是特别顺利,有没有想过去别的公司,我可以找人帮你介绍。 徐燕石把车停好,熄了火,拿上车钥匙,终于侧头,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,四朝讽四字朝,不需要。 说完,他直接解开安全带下车,向远在车上坐了会儿,觉得自己说错话了,刚才真是一时嘴快,明知道他是被关系户给打压的,还在他面前提这个,这样会让他更灰心吧。 他怎么一碰上徐燕石,就老放魂呢? 他忙下车追上去,徐燕石听见后面的关门声,头也不回把车锁了,大不留心朝楼洞走去。 他哒哒哒追上去,进单元门前,纤细的手臂直接横在那漆黑沉重的破旧铁门上,把人堵了,嬉皮笑脸地叫他名字,徐燕石。 男人冷着脸,低头腻着他,向远从兜里掏出刚才在超市买的两根棒棒糖,你看我从大西北给你带回来什么了? 徐燕石看戏一样,露出一种没见过棒棒糖的表情,神乎奇迹地配合着挑眉,那表情似乎写着,这哪是大西北买的,月球上的产物都被您带回来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